這個問題是關於靈魂體這三樣,我們人裏面有的 我們怎樣看法呢? 我就會在這裏解釋到這個二元論和三元論 意思是什麼呢?三元論的意思是說到人是有三樣東西 就是靈魂和體 二元論是怎樣呢? 二元論是說人是有靈魂和身體 就是一個靈魂,不是一個靈一個魂 雖然聖經是我講到 願你的靈與魂,得蒙保守 但是不代表我們有三樣東西 即是靈魂和身體 在這一點上,我就會說 就是我找不到聖經清楚的指示 到底人是二元一個三元 而二元的看法是什麼呢? 即是我們有身體和靈魂 當我們離世的時候 我們死的時候就是靈魂離開身體 不是一個靈一個魂拖拖手 離開身體 即是我們不是好像有三個部分 一個叫靈,一個叫魂 然後三樣一起 即是有三樣 而我們去天堂的時候 就是靈和魂去 二元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靈魂是一體的 不過有兩個功用 靈的功用就是和神的關係 魂的功用就是思想意志感情 每一個人都有的,人人都有的 即是任何人信不信耶穌也好 都有這個靈魂的 不過呢,他的靈魂是死了的 即是他和神的關係是不正常的 那...這個... 其實很多時候 這件事對於我們的影響呢 我們的信仰生活影響是不大的 即是到底二元論三元論 影響是不大的 但是剛剛借先姊妹說到 有一點是會有影響 因為他說有些人就說 人信主的時候 他的靈魂是... 他就說到是完全的更新 完全是完美的 那麼他的靈是... 他三分之一 這個人的三分之一 是完全完美的 那麼這件事是... 他三元論可以這樣 有這個傾向 有這個傾向 有這個看法 那麼二元論呢 就不會有這個看法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是一個靈魂 他的靈魂有同神的關係 但是他同神的關係 其實是受我們的思想意志感情影響 其實這件事我們都很明顯 看得到的 就是從實際的情況 我們很明顯看得到的 譬如我們看到有些人呢 他們情緒化 時事犯罪 那你可以說是他的... 就是他的思想意志感情那方面有問題 引致他犯罪 憂鬱 發怒 很多不好的表現 而這些表現呢 很明顯影響了靈 影響了他同神的關係 這個是很明顯的 他並不是有三分之一是完美的 即是他沒有一個靈 即是靈與魂是分開的 那這個靈就完全完美 不過是魂不完美而已 這樣他因為他分開 即是他分開就會覺得 就是我們順主之後 就有一個新的靈 所以這個靈是完全... 完全是沒有瑕疵的 我們從《爾福所書》第二章說到 他說當我們死在罪惡過分的時候 神就叫我們活過來 那這裏呢 就說到我們的... 一個新的靈命了 這個也是叫我們活過來 所以其實呢 因為... 這位姐妹所說的 有人說法呢 就是說呢 神直接把一個新的靈 放在他裏面 那神是把聖靈放在他裏面 不過他的靈呢 依然是他個人的靈 不過他本身是死了的 從《爾福所書》第二章那裏呢 是支持 他是死在罪惡過分之中 然後神呢 叫他活過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他不是給他一個新的靈 而是把他的靈 復活過來 但因為呢 這個人 和神關係是有 程度的 和人呢 也是受他的魂影響的 即是 他的靈 其實靈魂是同一 是一體來的 不過有不同的功用 有和神的關係 和有 思想意志感情 就是人 普通人都會有這些的運作的 那 那靈呢 就是靈魂裡面 有 有靈 有魂 那魂是會影響他的靈 和神的關係 這個我們從 實際經驗 是真的看得到 還有呢 從聖經 是沒有 不支持到說一個人 是完全 它裡面是 有一個 完全完美的部分 那些狗呢 有沒有靈魂呢 有些人又說 那些狗呢 有魂沒有靈的 那我不知道 那樣是否正確 是啊 是啊 這個是有聖經的支持的 就是 狗是 就是 他們是沒有 好像人一樣 有這個 靈 那樣 不過有些人去到天堂呢 他們又發現到 那些花啊 那應該都包括動物 都會讚美神的 那 那這件事到底是怎樣 就是 到底 它的 裡面的情況是怎樣 我 就是 聖經沒有清楚解釋的 沒有清楚說到 動物和我們的分別 那這件事我們就 只能夠說 我們 是聖經講那麼多 我們知道那麼多 我們都不能夠詳細地 我們就知道到底動物是怎樣 是 我們 都可以不得不得買 好幾乎 如果 沒有這件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